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的天气变化 可能会稍微比较大一些 最主要就是 在礼拜二礼拜三的时候 跟北风会稍微减弱 那么气温会回升 但是很坏的礼拜三 深夜到礼拜四 还会再有一波风面 或者是华南云系往东边 移动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北部 那么各地会再有一波春雨 不过对中南部来说 尤其是南部 影响是比较小 可能降雨 仍然不算是太多 那么礼拜五到周末 风面又会远离 水气会减少 气温回升 所以这个礼拜提醒大家 特别留意 有可能每隔 大概两三天 就会有一次天气 或是温度的变化 要特别当心 那来看一下 最近有发现 这个禽流感 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养禽业者 如何去预防潜流感 第一个就是 落实环境人车 清洁消毒 阻断病源传播 第二个 减少人车出入 降低病源传播风险 第三个 情色为往 要延时牢固 避免野鸟 或是野生动物入侵 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那来看一下 在天气的部分 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水气 就会逐渐的往东面移动 那么我们台湾的东北风 也会逐渐的减弱 不过可以看到在 Informin的东北部 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短暂震雨 那么对中南部来说 天气就是比较稳定 只是沿海地区可能风浪 还是会稍微比较明显一些 来看一下 礼拜三的时候 可以看到到深夜 还会照一波水气 从华南往东面移动 到台湾附近来 不过位置 稍微比较偏北一些 所以可能中北部 东半部地区 有一些影响 尤其北部 东北部 会有一些震雨 南部来说的话 可能影响就不是那么显著 那么到礼拜四的时候 可以看到持续受到 这波水气的影响 不过到礼拜五的时候 可以看到水气就逐渐远离了 水气减少 那么天气再逐渐好转 那么好来看一下 未来几天 什么地方比较容易下雨 那么最主要就是在 我们的这个影风面地区 礼拜二跟礼拜三 就是水气比较少 但是刚刚提醒过大家 礼拜三到礼拜四 水气又变多了 尤其在礼拜三的深夜 到礼拜四的时候 不过因为这个时间 算是比较短暂一些 所以来看一下 未来四天容易下雨的 这个区域的话 在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水气是在逐渐减少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基隆北海岸 东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的 中南部可能有些局部 临行暖暖阵雨 东南部的话是有这个阵雨 那么礼拜三也是类似的情况 最主要是尤其要特别注意 北部东南部地区 礼拜四随着下一波水气的 这个到来到礼拜五的时候 可以看到 最主要是礼拜四是中北部 东南部地区 礼拜五的话 水气就逐渐减少 但是在上半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的这个短暂阵雨 尤其还是比较集中在 中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那来看一下 在风浪的部分提醒大家 在礼拜二的时候 西半部还是都是大浪 东半部的话是中浪 那么在离外岛部分的话 除了钓鱼台中浪之外 其他像是马祖金门 澎湖 绿岛蓝雨都是大浪 那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潮汐的部分的话 台南将军地区是中潮 其他地方是小潮 在离外岛部分的话 可以看到都是小潮 那来看一下在温度的部分 在礼拜二的最低温 跟礼拜一比较起来 其实是差不多了 尤其中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大约都是在15到17度左右 中南部跟东南部 也是跟礼拜一是相当的类似的 低温大概都是在17度到 大概20度左右 那看一下未来一周的温度的趋势 以北部来说 低温大概在15到18度 礼拜三开始 低温可以感受到 比较明显的这个回升 可以来到17到18度 高温的话也是在礼拜三开始 可以回升来到 大概22到24度左右 礼拜二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凉一些 那来看一下 在我们南部的话 低温大概是21到23度 中午高温27到28度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礼拜天气变化 稍微比较迅速一些 要多留意天气的改变跟预报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业气象 下次再见